8月28日中国足协官方宣布了最新一期中国男足国家队的集训名单共有8支中抄球队的24名球员入选本次集训阵容 其中广州腾大和北京国安为本次国脚入选大互分 别贡献了7名和5名球员上海上岗天津全剑和山东鲁能三支队伍中分别有3人入选和北华夏幸福 江苏苏宁和天津泰达各有一名球员入选本次集训时间 为9月3日到11日届时将有两场比赛要打分别是在9月7日和10日于卡塔尔国家队和巴林国家队的热身赛本次入选 国足阵容的除了向层城张林鹏赵旭日等此前经常入选国足的球员外 还有郑治这样的老将也重新回归到了国足阵 容忠而金门双雄天津泰达和天津全剑队 此次一共有4名球员入选分别是泰达队的外提将以及全剑队的阳续 赵旭日和刘一鸣这其中赵旭日和刘一鸣都是近期国家队的常客入选 本次集训比赛并不令人意外 最让人欣喜的是杨旭和买提将此次的入选 可以说两人在联赛当中的发挥也是理提选中他们的主要原因 对于自己加盟全剑队后 首次入选国家队杨旭在采访中感谢了国足教练组对他的认可表示 能够重新回归国家队对他来说是一种机 立也希望自己能够更进一步杨旭本赛季 为全剑队总共出场 22次10次首发打进五球共 现一次助攻世界杯剑歇期后 莫德斯特出走对全剑队 进攻线影响巨大杨旭临危寿命 并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与帕托配合默契用进球帮助 球队战胜了广州富丽和长春亚太战型 了北京人和让球队在人员极度紧缺的情况下 没能还乐大宝级圈中而太达中场大将马提江 登入险相比杨戏来说更显得民族珍贵 这位新疆小伙上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 还是2010年跟随U23国家队参加的亚运会男足的比赛上次后 马提江虽然也入选过高红波时期的男足集训名单 但是最终还是遗憾 落选本赛季师弟立刻安排马提江主打球队中场位 致他的发挥也是一场出色本赛季出场 18次17次首发打入一粒进球贡献 两次助攻并且关键传球 21次在队内的关键传球榜上仅次于阿奇姆鹏 不仅如此在这18场比赛中买 提江的总跑动距离达到了17W9596.4米 要知道在马提江出场的这18场比赛中 长军出场时间为83分钟 并未打满全场可以说杨旭和马提江 本次的入选确实是实质名归室 对他们本赛季优良表现的肯定不过太达 对边陆海将惠家康未能入选显得有些遗憾 本赛季的惠家康表现极其出色 20场比赛贡献6球5次助攻 这也是他加盟泰达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他也是纪阿奇姆鹏 外队内的第二射手在国产射手排行榜上 惠家康仅次于吴磊和高林与肖致并列第三 可以说本赛季惠家康的表现 堪比一名实力不俗的外员没能入选国足 也是由于国足该位置上已经有无垒 为是好等人 而这两人在年龄上相比惠家康都更具有优势 本次集信 也是自2009年泰达队贡献了七名国脚后 金门足坛再次贡献 如此众多有实力的球员相信这次名国脚在 这两场热身赛中能够展现出优异的状态 如果能够得到主帅礼皮的认可 相信在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赛事中 我们还能继续看到他们身批国家队战袍 在赛场上为国争光的身影 感谢观看